各位老妙聊VR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老妙 从这个月开始呢 我们每个月会推出一期VR长谈的节目 也就是老妙会去跟行业里面一些 非常非常资深的人士 非常资深的专业人士 去对谈整个关于行业 包括他们的从业经历 包括他们所在企业 最近的一些新的动态 今天呢 这一期节目 我们有些新的动态 请到了小派的副总裁李寻欢 李杰 欢迎李总 感谢 虽然平时是朋友 但是这期节目之后 做完之后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拉我 可能会问一些比较刺激性的问题 然后要不您介绍一下 您自我的从业经历 是这样 大家好 我叫李杰 然后李寻欢是这个圈子里面 其实一个网民 追溯到上世纪 什么 牛天市时代 是吧 牛天市时代 碧海银沙时代 碧海银沙时代 对 那个时候的什么新的体育 很早 我自己是一二年开始接触 VR 的 但那个时候只是一个爱好者 发烧友 那个时候因为在一家咨询公司 哪家咨询公司 麦肯锡旗下的一家咨询公司 叫Chinapex 创略科技 专门负责互联网的营销咨询规划 这方面的工作 在资源公司就有机会接触到各种这种商业案例 然后新的新型的一些商业形态等等有多 其中就会就接触到了 尤其我自己本身 也本身是对电子工业非常感兴趣 消费的电子产品非常感兴趣 就看到一个新的一个形态出来 叫VR 一开始是VR 当时还在想究竟是个什么 因为Oculus说听说海外有个新闻说Oculus在做一个VR的虚拟现实眼镜 对DK系列的 然后后来就开始了解这个行 再后来谷歌就发了个概念版的Google Glass 对纸盒 所以12年算是我真正的去接触这个行业 然后也去了解这个行业 从那年开始成为一个爱好者 发烧友之类的 13年就开始跟圈内的一些朋友有联系 当然那个时候大家都在Oculus DK论坛里面 对 开发者论坛里面 像对太早了 像庞城 包括秦敦 都是圈子 包括成长雅等等 都是圈子里面 那个时候就从一个发烧友人开始转变成一个 有点像开发者角色 但我自己不是基础出身 但是我一直在想到有什么样的未来这种产品会有什么样的形态方式 内容场景来出现 就一直在跟进 14年就开始正式的就入行了 开始参与 创建的国内比较早期的VR 一个头显的创业公司 VIA Glass 当时还不叫VIA Glass VIA Glass是李涛带我入行的 李涛陈昭阳 包括宋海涛 包括昨天记得李温泉 这些都是大咖 宋海涛 创建是Idea Lens的创始人 是的 Idea Lens 就是宋海涛博士 然后李涛本身他是从盛大出来的 他是天使投资人 一起在主个局开始做这一个 我们算是上海比较早期从事这一块的 14年开始做 14年就一直正式的去入行来从事 VIA这个产品软硬件方向 一直做到现在 接触VIA AR第10年 然后自己从业8年 大概的一个经历 从做头显开始 到后面去了英雄护鱼 在英雄护鱼当时来担任 VR业务线的一个负责人 Omini就是你们说的 对 就是Omini 就是VR跑步机 那时候就是想说 很有意思的点 就是当时我们做VR的时候 VR头显的时候 想象的都是有一天能够 不是做的 能够在VR空间里面能动起来 对能走起来 它是一个无限制空间的 因此就想到能去做这样的 产品也挺有意思 做VR 做了Omini跑步机 一个VR跑步机 然后是配当时同时在做的 还有比较相关联的VR游戏 像全民枪战 它本身是一个手游 它是英雄护鱼比较火的一款手游 后来我们英雄就把它去完全根据VR的一个形态 把它改变成VR版本的这样一个游戏 包括在16年的年底 大概是16年年底开始到17年年初这样子 我们在国内当时二十几个城市 开始做了协会赛 有一点像VR电竞的一个试水 做过一样试水 就是5v5 3v3 当时是年纪来打全民枪战 像一个游戏 总决赛当时是在南昌VR世界VR大会 是 但是第一场不在 第一场当时我们放在深圳 因为深圳那块比较对这块接触程度也高 后面实际上那一年 我们对于整个VR方向的一个探索 就是直接跨过了很多产品的技术的一些东西 直接跳到了我要直接做电竞去了 直接做VR电竞 因为有点早 对 有点早 坦白讲有点早 但是现在这个时间点也还早 是 实际上有很多还是并不完善 但那年我们做的这个项目 奥美国项目还是比较成功的 后来的一些机缘抢后 我就沿着这条路 就自己去做了VR健身设备 娱乐健身设备 比如说从VR跑步机 就变成了可能VR自行车 然后VR滑水器 甚至于VR的一些飞行模拟器等等 这样的一个设备 希望把这个改变一些 能提升到健身领域 射出这个领域去 最后是什么样的巧合 让你加入了小派呢 是吧 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我自己的原因 是坦白讲创业失败了 实挂实讲 二零年 其实我一半年开始 一半年也是夏天的样子 开始重新在考虑VR健身这一块之后 然后你经过研发软硬件等等等等 包括内容场景的一些适配 包括跟VR4R一刀五年等等 这些连锁店的一些洽谈 那基本上你一年多已经过去了 结果19年年底的时候 大家知道疫情爆发了 对 整个线下所有的店面全部卸业 那这个是 这个对于资金的占用量等等等等 就很 对 不可抗议 不可抗议就很大 第二个 第二个的因素的话 就是说除了不可抗议以外 坦白说对于VR健身方向的一个试损 还是有一点有点冲动的 有点冲动的 因为健身本身是一个反人类的 因为又让你累 让你出汗 对 而很多人玩VR 我要的轻松愉快 对吧 我还带着孩子去跑 孩子去划算等等 可能存在于接收度程度更高的 可能在欧美市场 但那个时候又无力去拓展 拓展海外市场这一块 包括也需要大量的一些产业资金 一些支持 后来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方向 接收方向主要是我自己 因为是从VR头显开始入手的 我始终对VR头显 有很感兴趣 非常感兴趣 而且很有感情 今天雷锋网 14年秋天 雷锋网 在北京组一个局 国内所有做VR硬件 软硬件的开发者一起过去组一个局 但是有一个要求 就是带你们自己的demo 或者工程机来 当时拿出VR图显工程机的 总共他大概才4台还是3台 全中国 那时候 北京的秦镇带去了他的雨室 然后陈章阳带去了当时的Valglass 然后王杰带了 王杰带了3 glasses 拉布大区吗 没有 没有 然后还有一家是许贤 许贤带过去的 就是最早的叫乐瓦比 后来叫微晶 对 微晶 再往后他就变成了 变成了等于说 联想性进去之后 对吧 这是一个溯源 所以我对VR的头显 因为VR的核心在于VR头显 它是相当于主机 我们做的Omni跑步机 包括体感手套 这些都属于配件 所以我对 首先我对这个还是很感兴趣 其次小派我很早就认识 其实我跟温之鸣 包括跟人潘 实际上我们温之鸣很早就认识 但是在那个时候不熟 不熟 他们也是他们是典型的技术男 整天在实验室的这个技术 以后那时候不是那么熟 但是后期实际上有过一些交流 甚至在英雄护鱼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是考虑过小派的 图显 直接用小派4K 当时它直接已经出了4K了 我知道 因为我在苏州 黄鹰兄弟乐园 体验了集号 VIP的过程车 就是用的你们小派的 到目前为止 还是我体验过最好的一个 VIO过山圈的东西 是 所以因为这样的机缘巧合 到去年的时空 也是差不多七 夏天的时候 然后就选择加入了小派 小派那个时候 也正好在找人来 土产国内业务的一些 合适的一些合伙人等之类的 我在这个行业里面也算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资源 然后包括 可能当面子是很大的 确实是一点点 因为这个行业实际上上下游加在一起很很庞大的一个产业 对一点点 但是比较熟悉国内情况 坦白讲比较熟悉国内的情况 从上游的可能一些厂商 一直到最下游的 甚至于终端门店 因为因为我们过去 虽然像英雄呼吁他做的是纯突币 对 但是他的应用端全部在C端场景 全部在C端场景 所以 无关是B端还是C端都会有一些了解 所以最后就选择加入小派 当然也是因为小派的极客精神 我自己特别喜欢 也特别欣赏 小派整个工程师文化 产品文化 就是要做极致 高端 就说白了 温志斌当时有 有句话很打动我 就是他在CES上面 别人问他这个产品 是不是日本人做的 我非常生气 他就讲这是中国人做的 所以我非常感动于这个 感动于这个事情 所以就选择加入了小派 就是说其实 小派其实也是14年15年 那时候开始创业的 但是我这么多年对小派 除了第一代4K级的这个头衔 其实我其实有点不感冒 就是包括我在B站的很多的视频 评论区里面有人问小派 我会说 就是我会 就是可能比较有个人情绪的说法 就是你把两块屏幕 怼在一个VR头衔里面 谁都能做 后面你们出水晶Crystal也好 或者说就是判断也好 其实 就是我从 我从整个行业的逻辑 就是我能理解 就是说像 Petal这个东西 就是 你以现在的方式 你以现在的屏 去做一个VR盒子 又能做掌机 又能做 游戏主机 那是没问题的 但是包括很多的视频节目也好 或者一些报道也好 都会说这是个缝合冠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坦白说 我是很 谢谢 坦白说 我是很欢迎这样的 一些争论争议的 原因有三个 第一个小派确实因为他因为出海之后 小派是17年开始正式出海 对 主打市场都是海外 去年我们的营收超过80% 都是在海外 是几乎所有的地方 国内的一些 不说影响力 就国内可能 从直接2C或者2B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声音没有那么大 对 对吧 对 所以声音确实没有那么大 因为我们的主要市场是在海外做高端 这是第一个原因是 我是希望有一点这样 可能争议也好 甚至说是有一些批评也好 都可以去接受 至少有能力来关注这一个 VR毕竟还是一个特别小众的 这种产业群体 一直到今天 我都认为它会是一个比较小众的 虽然今年我们看到整年的对吧 一些广告 有些的广告 所以有一些声音 有些想法是好 是这第一个 第二个我是持货 是一个我自己对于这样的产品 新形态的产品 我非常的 我自己非常的开心 很高兴 电子产品 尤其是消费的电子产品的话 很大程度上 我们看到网上很多的一些 网上我们在抄 甚至于前两天 我们不是还在 讨论一个话题 有时候他们在问我 苹果出什么 我说苹果出了 我举双手赞成 并且会为它鼓掌 第一它会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对 对 对 第二个 讲句不好听的话 就是华翔北的兄弟们 有活干了 对不对 对 那是肯定的 国产地带 所以这就是 尤其是海外的媒体也好 一些观众者也好 这是对中国的一些 小费的电子的一个看法 我们一直在模仿 重新 而小派 立足于一直在做 产品的进展上重新 所以在从这个程度上 我非常开心有这些事情 就是我把你是见过VR盒子的等等 或者你是见过VR同型的 AK 我们是不是重新来改造这一块 实际上你说它是发明吗 不是一个发明 对 对吧 只是重新做改进 做很多东西的需求的一些改进 做优化 做优化做一些进步 实际上在产品创新这个方向上 小费一直是走在前端的 包括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未来还会有很有意思的产品 非常有意思 在我们的每次都掉胃口 这个东西 就是叫不是个好人 真的 在我们的产品实验室里面 我已经见到 我们非常有意思的产品 就是在产品创新 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 形态的创新 我觉得很好 而且我不认为它会是个什么怪物 怪胎 突然搞出来的 并不是 对 第三个方向上 实际上是技术上的一个 不能叫突破 实际上是技术上的一个 一个降温应用 或者说负能 我们经常讲叫负能 VR技术是目前计算机 图形图像技术当中 比较先进的 对不对 比较先进的一块 几乎是代表了整个趋势 对 包括你想想看 我们用的显卡动不动就要 4090 对吧 这个很高端的一些 对吧 实际上我们是想看 我们在追求整个VR技术的 一个高峰探索当中 能够有一些技术的应用 或者不能到其他的一些产品上 比如说掌机 或者比如说 别的更新的一些 甚至于pad 甚至于手机 对 大家不是现在把手机用 AIR的做法 把它变成一个手机配件 对吧 就是苹果的 HELLO 对 所以这三个点来讲的话 无论是从本身的影响力上 还是从产品的创新上面 还是从技术的一个富人上面 从这三点来讲 我都是比较欢迎的 只是这种欢迎态度 大家可以去讨论 可以去 对吧 一起去 一起去 你去拆解也好 你去怎么样也好 大家来看 而且我会相信对于推动大多数VR小白来讲 是一个好事情 但是你们的产品是VR的高峰 可能VR小白选择成本有点高 是这样子的 就是小派的产品 尤其是像直接的这种PC头显 比较专业化 比较专业级的 像Poto这样的产品 我们希望 起码你在玩 玩VR掌机的一个人 或者玩手里的一个人的话 他会很快上手 他会很快上手 只不过他原先没有想 没有考虑过 我这样的一个VR掌机 如果是用VR的视角来看是怎么样 完全只是一个掌机而已 对 但是插上一个头衔 用了不一样的透镜 用了不一样的 一些2D等等 你会变得 可以至少去感受一下 VR的形态上会怎么样 对吧 就是一个意思 这里我就有这种问题 像你们的Poto 是用的XR2这款系统 是的 就是说 其实 我认想Switch也好 或者说 Valve的 Decard的 宽传掌机也好 其实都 好像都用的是AMD 还是英伟达的系统 架构不一样 对 对吧 本身架构 对 就是说 然后你们是XR2 配安卓的系统 会对这些比较好的掌机 大作有很好的支持 会 我们相信 会有话 一定会逐步的优化 这也是小派的产品 在发出来之后 一定会有争议 一定会有活动想法 但随着慢慢的技术的改进 优化 都会变得越来越好 情况会变得越来越好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跟Switch 包括其他的一些掌机的很多 奥丁等等很大的不同 除了不在于架构上面 更多的在于内容上 内容上坦白讲 就是大多数的掌机 无论是人家讲的系列的 还是奥丁的系列 它是一个封闭性质的 内容是封闭性质 就是上面生态的 它的整个生态的话 它上面有什么 你只能玩什么 我们希望就是在内容层面 是一个开放性质 更包容更开放的 元宇宙的未来的场景 一定是包容开放的 不是封闭的 什么叫 什么叫开放的 比如说我现在起码在兼容 所有的手游 安卓的手游 对 安卓 安卓的手游 可以兼容你的 OK 你喜欢玩的 你可能下个模拟器 你自己想玩什么 就是玩什么 更多的一些自由 自主性给到的用 把选择权给到用户 有些用户可能买一款 有些游戏根本就不喜欢 现在的OK 你自己去装这样的包 对不对 你自己去装这样的包 我们提供技术支持 提供优化方面 硬件技术 软件技术 层面的一些优化 能够让你更多的 去享受一个自主性 这也是 包括今天上午 分享VR3.0 那个想法里面 其中一个词是自由 这个自由 除了 除了在所谓的 你的操控上面以外 我们想到 想到了更多的 还是 比如说在内容的 内容方向上 你更自由 更自主 那 就是 它是拆下来 然后塞 相当于塞进一个头套 或者是一个盒子里面 之后 就是这样一套整个设备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卖 现在已经开始做一些预售了 已经做一些预售了 这个在我们的官网上面 但是这次走了 Kickstart的预售在 当时方法 不是Kickstart是你们的福地吗 对 这是一个我们的福地 然后因为也是 也是今年也是小开7周年 相当于推出一个感恩计 然后包括也回馈当初在Kickstart上 去支持小开产品的一些人 所以对脑用户也有优惠等等 而国内这个部分的话 不是 不是 不是我这儿打当一下 就是回馈一下 是因为当年 两次推迟发火 是吗 推迟发火的原因 有生产上的原因 也有技术改进上的原因 因为推迟的一个 你们其实还是想做的更好一点 是的 我们是希望 我不是 我的整个工程机 大家知道所有的产品 从产品的策划 再到产品的一些 可能内部的一些构造 圆形机出来 圆形出来之后 再做工程机 工程机再做测试机 测试机再做样机 样机再做平常发生 对吧 这是一个很长的 这就是硬件制造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们可能做到一个 比较不错的圆形机之后 我们觉得可能很多方向 可能会很快 就会能够面试等等 实际上在测试当中 不断的测试当中 可能这个问题需要解决 那个问题需要解决 那对必然就拉长了 而这个时间我可以去发 这样的记者给用户吗 也是可以的 但我相信问题会很多 对 问题会很多 那小败是着重着作为用户 第一作为一个宗旨的话 公司的一个服务宗旨的话 那我我宁可玩两天 我要把这个调整好给你 当时是这么想的 这样可能就是因为你也知道 所有的工业产品 尤其是这种 这种消费的电子产品 它的不确定性是很高的 就刚刚你讲的用双屏这个事情 对吧 很多双屏的拼这种拼接方案 各家能做吗 能做 但我相信他们做的一定不如小败的 不好 因为小败就在这个上面 all in的上面 一直在钻研 怎么样把这种双屏评显能做得更好 更加 对 就是两个屏幕一起要同步 这条技术是很难的 这是很难的 对 这是一个也是小败自己核心的一些技术 这就回答了我们在Kickstar上 为什么去做 一个是回归一下 告诉你们 我们现在产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优化的那种 这个不好说 就是你先别这么说 别大声又推迟了 还是可以的 不会推迟那么久 因为你也知道 我过两天就要去侧间 对 我这样过两天就要去侧间 基本上就已经知道 包括我们内部自己 已经拿到了一批非常不错的 几乎接近于成品的测试器 说到这个调试 其实我很多的头衔都有 包括像HTC的 包括Opress 我没实际操作过小派的调试 但是我听很多的朋友说 你们小派在调试上非常麻烦 甚至有些视频说你们要调试 对普通用户 非极客 非计算机专业的 要调试了一两天的情况 不用不用 这个只能讲是小派 它产品的 它力足于做一个专业级的产品 所有专业级的产品的话 在用户的教育方向上 坦白讲 还远远不够 我实话是讲 确实是需要学习 为什么讲说 那些极客他会热衷的 极客本身就喜欢去调 就喜欢去自己动手 DIY 甚至我们有用户自己改装整个头戴 在这方面我有一个疑问 其实我能理解说 你们的主要群体是极客 或者相关的工程师 这样的一个群体 但是你们在跟前期跟用户沟通的时候 你们是否会选择 或者是否会去筛选一下用户 就是他可能只是一个不一样的爱好者 他可能甚至连就是outside in的基站 就是调试都很不贵的那种 对很费劲 然后就是你们把这个东西给他了 然后他用了半天 退了 然后几个差评 这个确实是市场上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个我们也不必去避讳 但坦白说专业的设备确实是需要一些 比较有点基础的去玩去调试 那你刚刚讲说 是不是故意把它挑选并不胜 我们还是希望所有的产品 最高端的产品最终 大家都能尝试是吧 以最简单的方式给你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我会觉得说 与熊长二者不可兼得 你要么是你会成成长成为一个极客类型的 或者对这个产品非常感兴趣的 高端玩家类型的 一个爱用户吗 不一定的 大部分人可能要的就是一个拿过来就能玩 对很快拿过来就能玩 就散发式设备 但是如果做了散发式设备 我们很多的一些参数性能就不 坦白说不需要做那么高 包括软件 就是一个简单的给到你就行 这个跟小败目前的产品战略上是有一些 不能讲矛盾 那么至少目前上我们主要选择的还是高端 高端的玩家 高端的用极客 开发者 工程师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一些 那之后有没有可能说 我可能有一个 就是比方说小牌猪手这样的东西 就是 已经在做了 就是让普通用户 你见识就完全所有的设置 然后就是你把这些参数列出来 然后极客的群体就可以自己 就是也可以快速的去调整 这个问题就在 就反映在我们此前那个8KX 这个事情上面 对对对 就是里面有一些玩家就很享受这一点 就是我要自己调 我要调到170 然后要怎么这样 我可以给你看我那个微信群里面 受虐情 他们天天在讨论这个技术问题 讨论的比我们还专业 甚至于我们还有一些海外的玩家 是直接自己写攻略 跟挑战修改攻略来改革 他是乐此不疲的 非常享受这个过程的 而大多数的用户来说的 你就给我傻瓜相机 傻瓜VR机就行了 对吧 这个取舍的话 我们就像你讲的 未有小牌注射这样的产品 慢慢的就是加入进去 这样的工具 会加入进去 已经在开发了 已经在开发了 而且我会觉得 随着我们从专业级产品来 可能慢慢下沉到中部 这样的产品 它的一些很多设置 很多软件方式上的问题 都会变得越来越简单 这是肯定是 你可以想象我第一次 我最早玩安卓机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在那装各种路 刷各种路 怎么样去把那个对话 甚至于我自己拆下来 因为我是个爱好者 我都刷白了好几台 对啊 那时候摩托的MV525 对啊 我当时我记得HTCG10 我听他们都一个晚上刷一个版本 刷各种系统里面怎么样怎么样 各种在那设置 对纯金版 是做一个像我这样 我是爱好者 发生有事 但是你叫我爸妈 他们只要能用就行了 对对对 对不对 是 他不需要那么繁琐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是你提的这个是对的 我们也在做大幅度的去做一些简化工作 已经在做了 而且新的Pi2 或者我们的PC的一个助手出来 会很简单 会很简单的 测试版已经上了 已经有用户用过了 这挺好 已经有用户用过了 比较简单的一个版本 那最新的这款产品 Crystal水晶是吧 然后其实第一次发布会 我其实没看得特别明白 它其实又是一台PCVR 又是一台VRATG 你们是怎么想到 把这两者做成一台产品的 是这样 首先VR的整个图形图像的一个计算功率会非常大 我们会认为在至少还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之内 主力还是PCVR的专业来支持是最好的 能够体验到高端的 就是高画质高品质 对一定是 一定是PCVR 一定是PCVR 就是一体级其实是相对来说 就是可能偏休闲偏 是的 小游戏小视频等等 用不着那么大的一个数据量 对数据计算量的话 对 但是整个市场的一个趋势 包括产品本身的趋势 未来一定会走向像这个有一体级 就我需要无限 我不需要有那个一线调的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说 我给你一个选择的方式 还是把这个权限交给用户 你喜欢用PC模式 OK 插上那个DB线 用PC模式 你拿掉之后 你可以当做一个高端的VI体系 也可以 所以我们会 这个产品上的考量点的话 坦白讲是 还是把选择权去交给用户 让它更自由的去选择 但是我看Crystal这个产品 如果是说你不连线的话 那些电池就很重 对 又再一次增加了头显的重量 因为你们本身Crystal就已经很重了 重的原因 当然你从8GX就能看得出来 因为它平的问题 等等问题 实际上你如果不用 我直接粘了一个粘着电脑 用PC模式 你在PC模式上玩 后面那块电池还是不是需要 我觉得可能说 是不是做到一个 相对在佩戴层面上 是分担了一部分的作用 我们把电池是放在后面的 如果这个时候再空掉 你前面去压着吗 对 这是人体工程学上的一个考量 更多一点 第二 我现在Crystal我拿从成都开始 从成都开始 包括深圳 我就已经拿出来 都是拿到工程机 去做过一些展示 也有人去使用 包括这次VR大会 大多数人并不是觉得它有多重 实际上并还没有多重 如果在PC模式下 我觉得那是没有对比 对 其实如果你可能 如果是PCVR 其实白Pro2也不轻 对 这个东西就让你要看的对比度 如果你直接拿个VR盒子来对比 那都更简单 对不对 你尝尝 不是你老东家的大鹏14就不重 是吧 都就挺轻 它单快屏 对 它单屏 对 我们是双屏 首先在屏幕上比你重 对 其实屏幕是不是比你稍微再大一点 对 在其实因为因为是双屏的原因 我的风扇你说又比别人要多一个 你们是装了4个还是 双风扇 双风扇 两个大风扇 对 两个大风扇 双风扇 然后双风扇另外像芯片 因为我要兼顾PCVR 要兼顾一体 要兼顾一体 那在一体机用了高通销能 对不对 对 另外一块我专门在定制一块 跟高通这边专门在定制一块 来够能够去享受原生PCVR的一个画质 你就是主要用来解码图像 对 再加上大四张角意味着什么 大四张角意味着你的大透镜 我透镜又比你这个大 那Crystal用的是飞球面 玻璃才是飞球面的飞链 对 因为一定是飞球面这种会高清 会清晰度会很高 如果说我把它做薄做小 那行了 不用废这个事情 我直接用现成的Pancake方案 对 后来直接砍就行了 反正就是Pancake是肯定做不大的 对不对 他一定做不大 既然如果做不到 他就不符合小派现在的产品战略的一些目标 小派的整个业内对小派的公认 就是大四张角高清晰度 对 就是这个 就盯着清晰度跟市场角来做的 因此如果这个产品特性拿掉了 不就小派 那就已经不叫小派了 随便加一个什么名字 也是同志化 就像回到2016年上百款的一样 眼镜 对不对 就那一个道理 任何一家公司 还是有自己的基础优势 以及自己的一个产品特性的 产品特性放在那个地方 我们这样的产品 就是要追求高端的极致的画面改等等 那可能就会牺牲掉别的一些 其实我看出来 其实你们可能想对标Vorjo这家公司 Vario Vario 他那家公司叫Vario吗 VARGO吗 对对对 Vario 不好意思 他分南语叫Vario 分南语是吧 他那个公司是分南北欧的 典型的北欧人的作品 谢谢 谢谢帮我求证 我一直叫Vario Vario也一样 你都用英语的读法不一样 当然这个我也不懂 我英语也是对吧 你也知道很差 其实也不叫对标他 也不叫对标的 实际上小派的小派的产品的对标 往往不在 基本上不在国外 国内没有 对对 金融人没有 盯的都是国际一线大厂 对 而且盯的都是1000美金以上的 就裸机1000美金以上的 这种高端 1000美金以上 也现在也就也就Quest Pro Vario Vario HCV Pro2 然后还有Index Index Index没有 有 他也有高端 没有这样高端 当然他没有去 Index没有出二代吧 没有出 但是你相信 相信我 他出了 他马上要出 马上要出 马上要出 都是盯的这些高端的 然后单头件都会很贵的 甚至于说 我特别欢迎苹果出来了 至少有一个学习 或者说 一个方向 对吧 就是小派他的目标 他出海的原因也是 但是其实你说像 HCV Pro2也好 或者说Vario VR3 XR3 这些产品也好 其实他们都是对 可能有一部分是C端 但是绝大多数是2B端的 包括Vario一年 好像是1000多美金的 一个服务费 对吧 然后 但是你们的感觉是说 你们在海外 其实是2C的 主要2C 对 主要是2C的 B端也有 B端少 因为B端 它不是按头显来计算 对 它是按整个项目 对 整个项目 B端比较少 然后C端坦白讲 在1000美金以上 这个市场份额里面 可能好像只有Vario Vario Vario Vario都有 但是我们目前在高端的领域的 这个市场份额比较高 占米比较高 这也是你会看到在 那个Steam VR的一个榜单上面 TOP30里面 有你的 TOP30里面 以前连Pico都没有的 对 连Pico都没有 Pico不是 要不是上半年冲了一下 连Pico都不在榜 但是小海一直在上面 非常稳定 非常稳定的一个份额 当时我看到 非常稳定的份额 不是非常稳定这件事 在一级市场 二级市场下来 就是增长率不高 那是因为高端的增长率不高 对 因为高端的就是这样 他人权就是那TOP1 对 百分之一 对 对不对 甚至都不是百分之五了 对 那是肯定等的 就是那百分之一 你很难去往上去走 对 但是这片稳定之后 我会相信还有更多的一些市场 会等着我们去开拓的 比如说 那可能从百分之一变成了百分之五 我们相像一点点 那可能就行了 可能我们只吃了百分之五 或者百分之十 绝对足够了 劳力率也比较高 等等的这些情况下 实际上是比较稳定的 我们在海外的1000美金上 基本上在2C端 占到8成 占到8成 Vario这些 在这些量上面 跟我们不是一个量级的 现在 已经不是一个量级的 大家产品 明白 就是因为它那款是 大部分都是2B的 是都是2B的 那还有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 你们从 应该是5月份开始画饼 是吧 12 5月份画了一个饼 叫12K 15月份还是2月份 2月份 近年2月份 12K是去年我们提出来的 去年10月26号 from here 2021 发布的一款产品 从去年10月份开始画饼 今年5月份又画了一个 Crystal 然后到10月份 又画了一个Panto 第1个饼 到什么进度了 第1个饼实际上 我已经拿出来炫过了 对吧 12K实际上我拿过来 但是从来没有对人讲过 甚至我们在成都上面 在成都展的时候 有人说 这为什么这个看起来那么大 那我不告诉他 这是什么产品 我们只想看一下 工程机早就出来了 工程机早就出来了 但是还是那句话 从工程机到测试机 到样机 对吧 这个工艺还是比较长的 第2个呢 12K确实代表了 目前整个VR3.0技术里面 几乎所有的技术标准 最高的一个参数 技术都在这个里面 用了这个菲尼尔加这个 飞球的一个仿生 富可透镜 透镜做的很大 四小角直接可以开到一百 就是两百 能开到两百 8KX很像的 很像能开到两百 纵向的 对吧 135 135 能开到能整可 135就达到自然的自然视角 自然视角 对吧 所以在这层 在这些参数层面上 12K基本上属于天花板 就在目前这个技术角度上 一个天花板 在这个天花板上 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哪里 除了并不是什么材料 而是一些材料 以及它的一个稳定性 如果能够调试到非常稳定 那我早就完了 这种稳定的 可能在平显层面 不是你说的这种稳定性 是说比方说把显卡烧了 那倒不是这个 还是 首先你的小败是用双屏 对对对对吧 双屏两个不同步 那我下次出了双屏 你也知道 你小败的8K是两个4K屏 对对对 屏接的对不对 那12K呢 这两个6K屏 对不对 那请问5.5成的6K屏 你在市面上去找一下 甚至于你直接找进东方 或者找夏普 去自选一下 能生产吗 能生产 但是成本非常会 第一个是成本 第二个是它的一个运行 稳定性还不是那么高 这是平显能上面 因为你要想 小小的这一块屏上 聚集了整个横向 达到了6K的一个像素点 所以等于说 你们能把面做成饼 结果我发现家里没面了 没有 就还没吃面粉 实际上做已经做出来了 包括已经工程机 我已经去锈过了 我们只是希望 这种标杆型的 标杆型的一个作品 BR产品的话 几乎是一个里程碑 在整个第三代 BR柴产品的话 几乎就是一个里程碑 就塑在这个地方 希望进山进来 所以我在成都 那个敲农峰会 看到的是Crystal还是12K Crystal 你也看到 实际上你没有看到12K 这是个坏人 我们谁都没有说 是用户发现的 是用户发现的 发现 为什么这台不一样 跟那个 它既不是8KX 也不是Crystal 这是一个什么 实际上早就已经做出来了 只不过我们希望 这款产品 它是一个标关性的产品 整个行业标关性的产品 希望能够进山进入 所有的产品能调整的 最佳的一个状态 稳定性 整个平显 平散 全部把它给解决掉 甚至于Wagging 我们66Wagging 这种无线传输 好比波等等 都希望把它调整到最佳的状态 才正式拿出来 哪怕 我去年说 我们是去年10月26号的 我们记得想说 今年四季度 其实就是在12月31号以前能发 那我告诉你 12月31号我们也发不了 对 但是我们会 这次可能会在美国的CES上面 把工程机正式做一个亮相 因为经过一年的调试 我们已经相信 稳定性达到一定的程度了 可以拿出来炫了 如果拿出来是有很多问题的 我不敢拿出来炫的 不敢拿出来秀肌肉的 包括像克里斯尔 像水晶这个 高通还拿过去 直接拿走了一台 我觉得克里斯尔水晶 应该问题不大 就整个产业链应该是蛮 克里斯尔跟12K 实际上是同一类产品 对明白 只不过你可以把克里斯尔 想象成它是12K的一个青春版 对 对差不多 也其实就是一个青春版 屏不一样 对 屏不一样 就是呃 其实我们从屏的角度来看 现在是Fast LCD 嗯 然后就是包括像就是 Quest Pro用的是Fast LCD 加迷你LED被光 嗯嗯 然后产业链说出的消息是 呃 苹果明年会采用Mac OLED 这个 是的 呃 你们为什么还是那么 一直在用Fast LCD呢 嗯这样我们在从这个 这个Crystal开始吧 你从Crystal开始 你实际上也用了 去MAC OLED Cristal用的是MAC OLED吗 Colette Colette加Million LED 啊 已经有屏 所以不一样的 你那 不是几寸的 你 你不是习惯拆检啊 到时候你拆吧 这个平时我费了很大兴趣挑出来的 不是 不是你送我一台我就拆 嗯 很骄 因为没几个钱 你你你分分钟就买 不要 不是不是 你你送我一台 就是魁师傅太太贵了 你送我一台我就 不贵啊 魁师傅在在童谣里面不贵啊 呵呵 真的不贵啊 那个裸机才1599 对不对 比Quest Pro还贵 Quest Pro那个那个 那个还是他他都1499了 啊 终于不行 就是 就是Quest Pro他全套下来 是1499 不不不不 就是你 他1499也是 标配嘛 一个一个裸机标配 加上他其他的全部在一起 要过2000了 也要过2000了 嗯 我算过他所有的东西全部加在 应该1700 1700还是1800的吧 啊 就是说其实他他这台机器 他的利润其实非常高 100%的利润 像你们其实没有那么高 我们不可能有这么高 对 这个安信不是都拆过一次吗 啊 就是从头拆到尾 算出来了 这就是苦逼的中国企业 其实做了一台很贵很贵的产品 但是利润还没有别人 嗯 但还好 我们坦白讲毛链率还可以 毛链率是同比国内的 其他的 啊 你也知道 对 对 我知道 因为我们做的品牌是高端品牌 高端品牌意味着它的一个 高一价嘛 对 高一价了 对 不是就是说 但是我 但是其实我知道你们 溢价控制的没那么高而已 是是 是这样的 所以Crystal 到底 年底之前能不能发货 发货 你只 十二月三十一之前发货 对 对 这个是可以的 哦 十二K不可以 哦 反正这期节目应该是十二月中旬 大家等着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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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那个 那就是我又时间了 不是 十二月三十一号不发货 你送我一台 哈哈哈 就我来给你拆 行 实际上就是 呃 包括我们DP实际上已经下产线了 嗯 我现在在做Rain的调试 Rain界的一体化的一个调试 希望把个 把综合的一个性能 调到比较平衡 嗯 就是 谁要平衡的 比如说 这个 就PPD跟 PPD跟这个FOA的关系 你调到怎么样 你现在放到110 还要放到140 你越大 你的对吧 你的清晰度实际上又下降了 但我们 所有小孩的图现 主打的又是高清 跟跟大同时 跟这个大市场讲 那你怎么来权衡 像十二K 我们就明确的告诉你们 十二K我用的 就是三十五PPD的通界模式 对吧 我没有做四十二 为什么呢 做四十二意味着 我的FWV 要我会降下来 可能就达不到200 而十二K它主打的 就是在目前这个状态上面 最高清 然后还有最大市场角 嗯 而Crystal给了 给更多的一些可能性 我给你另外一套 就你去替换 对吧 去替换 对吧 这块已经调试了大半年了 替换这个事儿 对用户来说 真的 不容易损伤吗 其实挺受欢迎的 其实我们做了一些 基本调查 我的理解就是 就是用户 就是自己想替换 就是说 但是在用户操作的过程当中 容易损伤 就是那个 你按照你自己的 你只要不是 不是这么 瞎搞 胡搞的话 按照一定的手法 基本手法是可以的 比较简单 其实他就应该 他就应该那个抢扣 一拆解 你想想看 况且买小派的头显的 这帮玩家 也是 手动能力特别强 自己的手动能力会特别强 然后特别爱好 做这个东西 当然也有用户跟我讲说 那是因为我们没做 他来替我们做这个事情 因为我没有把他做好 当然也有这种说法 我也承认 我也承认 那实际上还是因为 这样的产品 小派瞄准了这个群体 群体是在这个高端的 极客 发烧油 然后一些科技爱好者 这个方案更多一点 更多一点 我要做一个小派 类型的产品 简单 我所有参数全部下调 双平都不用 直接用单品 然后也控制在120以内 看这个方案 反正现成的 拿过来直接改 对 很快我三个月以后就下去了 但这样的产品的话 对于小派的发展 以及品牌的价值 目前而言 就是说 整个品牌的逻辑会断掉 就没有太多的意义 就是我们会特别欣赏 像大疆这样的企业 就是你的大疆最早做的 就是专业企业 但到今天 大疆的无人机 你自己买 是不是很简单 对 你自己买过来 就马上就会玩了 对 它实际上就是从高端 低端做了一个铺设 高端也是这个方向 希望在技术层面 我建立一个高端品牌 建在这个地方 你靠什么维持这个高端的品牌 无非就是靠你的技术要比较领先 对吧 你小派一个产品卖5年 你仔细想想看 我们到现在才出了 对吧 别的哪家 8K 8K 8KX 没了 8K是一个系列 对 8KX是本身就是17年8K这个产品的一个升级 对 技术上做了升级 就是这样 它为什么能卖这么久 原因就是这样 我们希望用最先进的一个VR技术 来去做到产品里面 这样的产品 当然是领先整个行业 可能三年 同样的 我也可以这么讲 负责的讲 接下来小派会把整个纯高端的技术产品 那么复杂的 对吧 很挑适的 来 我也做一个降维 降维下来之后 我相信 用全力 就没有那么多的 这个抱怨说 我要自己去动作 用不着 用不着 就是很多的 就是很多的VR的品牌都会说 累计销量多少 你们到现在累计有多少 累计销量 这几年的话 如果三 上百万级了吧 上百万 没有 这个实话实讲 没 但大几十万有了 大几十万有了 大几十万已经不错了 对你们这个定价来看 因为 就因为我跟很多的二级市场的基金说 但不一样 你这样想 Pico比如说它一季度 它今年QE直接二十六万台 这种数字我们可能卖一年 不到 二十六万台 不到吗 小牌它是 几年的产品 不是 不是你的二十六是连着2B市场的 对 连着2B市场 就是今天一季度 那雪范也是 不是 就是你们主要是2C市场 2C叫2B 但2B少 对 2B少 就是说可能2819的分法 对 28 差不多在2837 Cristal预期到多少 Cristal是这样 年度这个我这个不好讲也不好去预测 只是告诉你 Cristal跟Porto放开的第一天 第一天的预定量超过了2000台 各2000台还是 加一起 加在一起 加在一起 整个海贩市场 海贩市场 天台 这个是我们是有后财记录查的 当时我也很震惊 当时所以我们后来还给 给我们团队开了个 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这个一下子 要不然我们后面怎么会做 不是 你看见这个数字不慌吗 就是 不是 你就不想着你要在工厂住几天吗 我要在 深入车间 待在哪 待在哪 要做这个 所以我们会分批 分批的去上 第一批 像Cristal 第一批肯定是国内了 第一批肯定是国内 这也是个承诺 因为今年年初 我们不是做过一次 那个虚拟 虚拟城镇这样一个 线上的交流会 实际上也是表明的态度 小派并不是说 我们不是说国内市场 实际上我们 一直也在努力提升国内市场 其实国内市场的确很卷 不像 就是不像海外那么单纯 其实 应该是单纯 第二个是小派 就是我 咱们这个节目最开头说的那样 更大的一个抱负 更大的一个想法是 希望冲出中国 冲出亚洲 在全球的市场 格局里面 能够有 一家中国品牌 对 而且会很牢固的 哪怕我那个份额 现在 对吧 没有那么高 全球只占1% 对 但我很希望 top30里面 或top20里面 就有一家 那这个对于我们的一个鼓舞而言 比现在我要拓展多少个用户 我觉得要要有这样的多 我不希望都到了web3.0时代了 还是没有中国 上面还全是海外的 对 不是美国 就是欧洲 就是日本 韩国 对 尤其是硬件 对吧 尤其是硬件 硬件是全球化的一个竞争 对 硬件是全球化的竞争 所以在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更希望说 你不是天天跑到我们中国国内市场来卖吗 那我跑到你美国市场来 对 能在你这儿抢美元 能把这个美元做下来 就是 现在一直在说一个东西 叫内容生态 就是 我觉得是说 如果小派单纯出PCVR的头鞋 内容生态有没有 其实都还行 但是你们现在 发了这个PETO 这样的一个产品 之后会布局内容生态方面的一些东西 这个布局在5年前就开始做 5年前 就是在从出海的第一年 小派做了一件事情 就出海这5年了 实际上有两个成就 第一个成就 就是在整个国际市场上面 一些置地 而且是公认的技术流盘 同意 现在目前是 包括连Facebook等等 都是公认的 我们是top5的 最顶级的那几家VR技术厂商 这是第一件事情 就建立一个高端品牌形象 在国际市场 第二件事情 就是除了建立线下的一些消除网络 海外的消除网络以外 我们大概已经签了超过200家 全球的内容开发者 但是一直没有上架 为啥呢 一直在等我们3.0的产品做出来之后 推出我们自己的一个商店 MX Store MX Store在第一期上架 应该是上架30到50块 就是专门为你们的12T或者Crystal 做优化 有些是独家 而且有些是独家 因为就是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就是我记得2019年还是什么时候 还是20年 我去南昌 就是说世界比较大会 然后看到你们小拍的展台上 用的是8K 然后放了一个The Blue 就是因为The Blue 其实2K的品就能跑得动 就是它的内容没有那么高清 我就先来演一下 用8K的品 2K的浪费 完全浪费 对吧 就像这次包括在成都的高通 对方峰 你知道高通自己出了一个 其实它伪到这上面的一个合作商 做了一个产品 做了一个软件的产品 我不知道 是一个长城自建长城的产品 8K级别 非常高清 就是跟腾讯数字合作的 然后这样的8K级别的这样的画质的东西出来出来 我们放在我就不说名字了 另外两个图鞋里面都是一卡一卡的 跑都跑不动 我说它为什么会跑不动的 很简单 你想想看 如果你现在用你家电脑 用你家当年Windows98的电脑 放一个2K的电影试试看 播放器解码都解不了 对 解不动 都解不动的 对 就无论硬件软件都不行 都不行 所以小败是希望说 这是它的内容层面 从2K到4K 再到8K 甚至到后面的12K 16K 它也是有发展的 对 你现在就一下出了一个8K的一些内容 小败的产品也 对吧 毕竟是高端的 纯高端的 要没有那么大情况下 你让它放在你哪个机子上去跑 对 那你放在4K上面 跑不动了 对 但你4K的去跑 跑一个2K的或者1K的 大概三分钟 随便好 对 但你往上去升 你就很难了 那对于开发者而言 那我做这玩意儿开发了干嘛呢 对不对 那首先这是一个时间上的 但随着这个时间的发展 技术的发展 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VR高清内容 会出现 会呈现 会出来的 但是从产业链端来看 除了明宁苹果会用说比较好的芯片和屏 其他的Mac oil 这个东西可能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成本下降太快 那很多的就比方说一几级的厂商可能就短期内不可能支持到那么高清的一个 是的 但在所有产品的探索上面总要有一个先锋的 先锋者探索者吧 对 那小块愿意做这个探索者 祝你们做先去比方做先猎 不不 先猎在 不要开玩笑 先猎基本在171819的三年 对吧 就是先猎已经长草了 差不多吧 对 差不多 那天我们不是在算吗 在算这个 算这个行家 2000家出头 到现在200家不到 三年时间而已 三年时间而已 2000家 那两个出头到200家不到 就是眼看它起高了 我眼看它去楼塌了 对啊 所以我想说1618开始 哇 比较原来来 早 嗯 所以在这个身带上面的话 小伯爷是 你可一开始少一点 但是一部分一个脚印 会足够的建立起来 第二个是 目前为止还是大量的因赖 这个steam 嗯 还是steam 所以我们也是steam的 这个批刀商 就是贡献 嗯 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啊 就是就是你们一直 就是包括今天早上你们的演讲 说VR3顶零 嗯 你们觉得 这个时间节点 就意不意味着 在C端市场的一个大爆发 在VR3 2010年以后 那我个人的 个人的看法 25年 25年 26年以后 因为实际上 因为实际上到现在没有爆发 没有所谓的一个爆发的一个原因 我认为第一个十年 从2012年到现在 2022年 对 十年 是一个 是一个 啊 这个VR这个名词啊 只是知道个词 对 就像我 我父亲 七十多岁 嗯 他知道 今年大概是国庆前才 才问我 你干了半天 是干了 那个叫 东西叫VR啊 我就算 因为他看广告 看广告看来 但是我过去干了这么多年 他们觉得我在 觉得我不正业 然后还是你们有商的广告 是吧 在这得感谢 感谢有商 就是这样 就是他一直觉得 我在做什么游戏机 毒害青少年 真的是有这个想法 一直不知道 所以我认为 实际上第一个 第一个VR10年 他就是一个萌芽 真正的一个 这个是一个市场普及的东西 而这个普及当中 我们把一些技术 从可能从一开始的 就像今天 就旅顺了 慢慢往哪个方向走 大概 大概整个的像素点 到了哪一步 赤上脚到哪一步 慢慢的都清晰了 OKVR整个技术方向 是往这走的 那下一步 叫解决技术瓶颈问题 那解决的技术瓶颈 比如说 从光学层面上 大家提出来一个 更好的方式 其实Pancake 你觉得是今年出来的 并不是 Pancake早就有了 多多嘛 多多就是Pancake 16年 很早就有Pancake这种方法 它并不是一个新鲜的名字 对吧 只不过说 随着一些 比如说材料也好 评显的材质也好 然后优化了一些算法也罢 慢慢的开始走进 去向于成熟 那它可以重新用这样的技术 重新来包装一下 做一下 菲利尔 飞球面 包括折列光路 都有各有各的一些优势 对不对 只是大家看看 就不然全 就是我经常说 没有哪个光学方案 一定是先进的 对 就是他们只是并行的 就是有可能有些路走的快 有些路走的慢一点 是的 比如说在过去 我们做在第一代的时候 我都很难想象市场才能做到这么大 不会后来知道要解决这个问题 要先从透镜入手 对 这就是这十年的一些进步 就是为什么再到下一个十年 可能从第三年 从2023年再到33年的时候 可能也会在中间这个点 会有一个大的爆发 那为什么说是26年25年这个样子 这也是我个人从业度来 跟这些同行一起做一些讨论 大家现在卡在哪 第一个卡在 我怎么把它做轻做薄 市场化 在情况下面 我还要做到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市场角 那这是不是个难度 这就是矛盾题 不可能完成的事 就是你除非材料 就是材料工程 有非常巨大的一个跨步 对吧 是的 所以呢 你这时候你会觉得说 那到这个程度 那么接近 那可能24年25年 一个新的基础出来 跨过这道门槛 那可去做到 你想想看它压缩那么多 它通过各种折离光 它不可能做大的 市场角不可能做大 对不对 而且由于各种光损 光损率达到50% 不止 很高 对 你对于整个瓶显的亮度就非常高 对 那这个压力来到了供应商这边 对不对 就来到供应商这边 所以采用GDI的高量Fast LCD 要么就是Fast LCD加mini LED被光 对吧 所以这是这个方法上 再加上比如说材质层面的 我记得我第一次带VIA同学 那才叫重的 那才叫重的 DK 一三年的时候 我用DK旺的时候 对吧 你要到今天 大方片 我还是教你们一个大方片 对不对 所以到后面这几年来讲的话 在可能在材料学层面上也会有些突破 那我也会相信再过个可能两三年四五年 曾经我年少无知比较天真 对吧 我一二年的时候刚接触 这个五六年以后就会怎么样 结果五六年以后还是这么大 但是这个东西它在发展的话 它不能够去根据我们去猜测怎么样 它是根据整个产业链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它其实是个中端产品 产业链你没多大进步 你材料都没搞定 你对 比如说屏幕 那屏幕他要把那么多的相似里边做到6k 做到6k集中在这么一个5.5寸的一屏上 你知道这个得花费多少功夫吗 对不对 但是现在做出来做出来了 但是成本很高 但是你跑不了产了 你跑不了很多东西 对 但是随着后面慢慢的 更大的更大的一个希望 既希望你在哪呢 高中市场来出一个特别牛蛋 对不对 能够直接能带动一些大作等等 对 加上我们出的这些高兴的那些头显也能够 你看不是直接 那我比较难 我就是高通这种羊羔潮 所以这个它进步肯定会有 但最后一个大爆发点 我这个很难去把它给预测出来 但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推测大概要到25年26年 25年26年以后 因为光一块屏的光这个屏的一个稳定性大概要花两三年 就是单块屏从4k变成了6k 从6k变再变成可能8k的话 但是我觉得说下一代 我其实还是看Mac or LED Mac or LED 对就是等它成本什么时候降下来 可能的时候会有一个大发展 一刻这样的一个产品 它成本这样也需要两三年时间的 差不多差不多 实际上也需要两三年 所以这个时间点 会在可能25年26年这个样子 另外一个实际上引起爆发的我认为是内容 我认为内容 你想想看为什么21年 这个Quest突然就卖了870万台 因为突然这一年 20年这一年 20年年末到21年的时候 一些所谓的VR的大作 Alex也好 节奏光电 或者很有意思的 像节奏光电等等 对不对 开始涌现出来了 消费的电子一定是内容带动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 我倒想法不一样 是说游戏机一方面是 的确带动了Quest的一波增长 但是22年也说明 就是说Quest开始缩量 对吧 就是开始大幅度缩量 包括从高而看 但其实也说明 游戏机的天花板就到这了 就是你如果VR作为游戏机 的天花板就到这了 可能下一步就是生产力应用 就是生产力工具 或者说像一些视频这些东西的 那当然 就是游戏因为它比较好 作为一个切入点 切进去就行了 切到这个地方 然后后面的市场可能更加广阔 但是如果你光定在游戏上 不可能是光定在游戏上 VR头显 VR头显实际上发展到比较成熟的 它就是一个下一代的个人可穿戴的电脑 那像它为什么集成电脑 它最终主板在这个里面 在这个地方 显示屏在虚拟空间当中 然后你不用键盘操了 直接手势 手势识别 对 它是个电脑 它是一个生产力工具 对 VR肯定是最后取代电脑 AR是取代手机 是啊 它就是一个生产力的工具 所以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而言的话 那可能 当然并不是 只是局限在游戏这个领域 像我们的 像小派作为大众老马奔驰的VR技术供应商 一直在 作为他们的一个VR技术方向 就是他们做虚拟设计 用VR设计 明白 那这就是一个生产力的机器 我知道你们做的那个东西 那个还是很牛的 像商飞跟我们这次的合作 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商飞突然发现要找 必须要找高性能的VR头显 来辅助他们做 飞机零部件的虚拟设计 而且还得是中国的 还得是中国的 对 就是那只有你们俩 就那是谁呢 军工也是一个道理 对 军工也是个道理 他必须要用国产的高性能的 这样的VR头显 甚至于 今年 不太方便透露他们的名字 也是陆军这一块 他们要做到模拟战策上去 什么时候出12k 什么时候出16k 因为你越高清越方针 就越能反映真实情况 对 越能反映真实情况 我说可能 我12k可能 年一季度的时候 我先给你们一批 先看看怎么样 来调试这个东西 这种设备的话 我们现在只是把它当为游戏机 玩VR游戏的 或者看演唱会等等 其实应用非常广 应用非常广的 未来它就是电脑 未来它就是一个电脑 只不过过去电脑 我们从作品电脑 变成了笔记本电脑 然后从笔记本电脑 可能要变成了可穿戴式电脑 可穿戴式电脑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将会是下一个大规模的爆发 这个时间点很难讲 我个人的预测 26年甚至以后 甚至以后 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长期的 很长期的一个事情 对吧 通讯人家发展了40年 才从大和大变成了 就是从大和大变成了 60年代 就是CDMA开始有 是 但是你说VR 那第一个VR原型机 1938年就有了 1938年就有了第一个VR的原型机 对吧 只不过一直到12年才被大家广为 对 人知 很了解一点 对吧 它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事情 也是机身电路 整个大规模机身电路的最终的一个形态 甚至于你可以想象 包括今天上午 脑茶馆之前的一个最终 对啊 对啊 就是老机机 之前的最后一个最终的一个形态 就是一个可参戴式的一个电脑 甚至于我也可以想象 如果材料鞋做的特别牛 最终就是一个眼镜 或者一个什么样 往内放 就可以了 甚至于说 你可以想象一下 只是这个眼镜 它上面什么都没有集成 它只是一个显示器 但它年纪在哪呢 云端 云端 全部放在云端 包括我的大型的服务 性能全部在云端 但是云端现在比较大的问题 并且是边缘计算的问题 边缘计算 对 现在达不到 对 坦白说 算力液这些东西都达不到 包括图存量等等 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预测 行 今天聊得很开心 感谢介绍我们的专访